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邦恩好 我是静恩 首先一起关注大柔佛封面新闻 新山中华工会原本计划在柔佛在野中华一山 兴建四间殡仪馆 不过由于殡仪馆和住宅区距离只有三公尺 相等于一条车道的距离 因此引来居民的反弹 除了怀疑殡仪馆没有获得新山市政厅的批准图册 居民也担忧 殡仪馆新建后会对未来的生活造成影响 据了解 殡仪馆的新建工程是在几个月前展开的 直到上个星期双方展开对话会后 这项工程才暂缓执行 巴卡瓦里路的居民、商家和工厂代表 昨天傍晚在柔佛在野区州议员廖彩通的 陪同下召开新闻发布会 希望相关单位能正视他们的心声 新山中华工会会长何朝东受访时会应 该会将暂时搁置殡仪馆的建设工程 他们会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 另外寻求解决方案 他也表示原本计划建设的殡仪馆不会有火化厂 焚烧活动也只是涉及焚烧经营纸 接着关注这起法庭案件 一名19岁的少女怀疑是抵抗男友的性所求 而涉嫌致死29岁的男友 这名少女今天被押送到新山法庭面对谋杀案的提控 被告沈慧颖被控在2022年9月20日晚上8点多 在茂奥斯汀花园Prince 33酒店的一楼 谋杀致死29岁的本地男子叶克利 因此抵触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在这项条文下被定罪 唯一的刑罚是死刑 承审这起案件的推示 则定案件在12月6日过堂 以等待死者的解剖报告 和相关的化学报告出炉 基于案件属于严重的罪案 被告不能够保外候审 一名57岁的淡小女校长 涉嫌虚假索赔2583令吉 在今早被柔佛州反贪会执法人员扣押到 新山法庭申请严扣 法庭允许反贪会严扣女嫌犯一天 据了解这名女嫌犯涉及在2022年的一项计划中 提交了有关供应食品 饮料和商品的虚假资料 但是却没有提供有关的物资 这名女嫌犯昨天下午2点到柔佛州反贪会总部作证后 被反贪会逮捕 柔佛州反贪会目前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8条文 也就是提交虚假索赔调查此案 最后关注警方消息 柔佛州警方联合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组 捣毁一个出售应用程式给诈骗集团的非法集团 并逮捕了6名本地男女 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 而且擅长电脑的知识分子 其中一人还是从国外回流大马的电脑专才 这也是柔佛州警方破获的第一宗 以及国内破获的第二宗 出售应用程式驻不法分子盗取个资的案件 柔州总警长拿督卡马鲁查曼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经过警方调查了解 嫌犯已经出售了百多个应用程式 每个应用程式售价是3万令吉 嫌犯所出售的应用程式 可以协助诈骗集团盗取网民的个资 只要点击了诈骗集团提供的链接 再按着链接的要求进行线上转账 诈骗分子就能够盗取受害者的个人资料 包括银行户头号码等等 他表示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欺骗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第120与犯罪分子 共谋条文展开调查 所有嫌犯今天被带往新山法庭申请严扣 以协助后续的调查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州日报新州网